OK我现在我现在把这个白平衡给给调成自动了 然后我把这个色彩模式从普通调到了 D-Cinelike我读错了 我的文盲读错了 我读成了D-Clike了 那个是什么鬼 反正反正没有人听懂啊 就是一个Cinelike不知道是什么意思 反正这个色彩范围就官方说是很适合做后期 我现在很适合做后期 然后然后色彩这个还比较真实 和我现在能看见的色彩是比较真实的 普通模式是非常的鲜艳的 所以说晚上我建议的话 还是白平衡不行的话 还是用这个吧 还是用这个D-Cinelike 这个会好一点 然后其他的就调自动吧 反正手动的话 没法一下子也没法叫针过来 天呐 现在是什么 这个不加 没办法叫针过来 然后我现在要去哪 转一圈 接单子去了 然后看这个色彩还行 就亮度是不是有点不够 没办法 晚上他这个感光元件就这个样子 如果如果那个什么三出了以后 他会不会把把我这种这个东西给射 我是不是得把这些这个 有些片段给上传到大江的那个讨论区去 要不然的话它怎么促进它改进呢 是不是 所以说以后的用户体验 你需要用户体验帮你做些测试啊 或者是也数据方面的这个提供啊 你就你就得需要有个平台把这东西全部就是可以往上面传 然后以那个促进这个下一代产品的更新换代吧 这是远光还是还是什么呀 怎么这么亮啊 很多人现在都换这个LED灯特别亮那种 我感觉比大灯还亮 我没有换 我现在做这个单子 这个这单比跑比较远 行我做完这单我就不再录了 反正今天晚上测试就是晚上的测试就是色彩方面呢 就是普通普通的不行 普通的太太太过了 然后这个第一 这个单词 这个单词什么狗屁单词 然后这个模式下还行 然后因为在自动模式下就是那种普通的色彩就是很鲜艳 现在你晚上呢 你要这么拍呢 你必须调成手动模式 就是专业模式 调成完专业模式之后呢 那你再把色彩调成这个 嗯 D-Cellanite D-Cellanite 然后 然后这个 然后白平盒什么东西 你就自动就好了 没有必要调调那个 就是你可以尝试一下 反正我觉得 晚上这个画质就这样了 不可能带 我 如果我做行车纪录仪 我也觉得非常的 不太舒服感觉 但明天试试 明天试试这种 专业模式下 咱们加那个 ND镜是什么效果 然后 我们不要这个 自动模式了 自动模式的色彩 太不鲜艳了 这不太不自然了 有点过了 本来没有那么好的东西 拍的太好了 也有点受不了 嗯 还有五分钟 拍完 本来要拍两段的 结果还是拍了三段 哎 慢慢来吧 总是边玩边测试吧 是吧 不耽误 不耽误工作 还能 还能 一路上拍点东西 也算是挺好的 我尽量控制在 十分钟以内吧 五分钟一个G 五分钟一个G 这就是1080P 30这个 如果是你要调4K的 我现在还没有拍过那种 但是我感觉这个 五分钟得 估计好几个G就没了 哎呀 所以说我觉得 没有必要去拍那种 无所谓这个东西 看你的这个 意愿 今天晚上礼拜五 为什么生意这么惨淡呢 哎呀 没有生意啊 怎么办呢 都不吃饭了吗 哒哒 好像还是有点偏绿啊 这不知道为什么 还是有点偏绿 还是有点偏绿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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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弄呢 但是比那种普通的 但是比那种普通的 普普通模式下那种色彩 那种色彩已经好很多了 那种色彩已经好很多了 起码你的路面 不会不会那种 路面也绿 变成绿色的 这有点太夸张了 有点 嗯 现在从小屏幕看的话 包括路面啊 什么东西都是 都是很正常的颜色 包括路灯 路灯也是白色的是吧 这是很正常的颜色 这和我眼睛能看见的颜色 是一样的 刚刚开始第一波那个绿色的 真是绿的有点夸张 哇塞 这个好像 哦 这个好像 这不行 两个我这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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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想说话的有时候 真是晚上有时候有时候 太累了 就不想说话 而且我现在暖风也没开 因为今天早上还五六度 到了中午就十五六度了 一下子温差太大了 然后 就有点让人受不了 OK 快到了快到了 哎 正好 他坐好 我这边也到了